很重啊 其实您看啊 一个舌太重 然后没什么劲儿 然后大便粘腻 口里粘腻 其实这些事这么说起来的时候 感觉不是那么特别危急的 是吧 那是不是会我夏天 这个三福天一过去了之后了 到秋天我就好了 没事的呢 可不可能这么这么这个 未来的期待 如果我要是总是这样 那就也也也也也变罢了 是吧 不是 今天不才四十天吗 明年可能就三十天了 是吧 是吧 它不是这样的 关键这些湿器 如果你要是不防范 不及时治疗的话 这个湿器会日积月累 一点一点的累积 一点点累积 它可能头一年 你就是三福天不舒服 可能秋天就好了 但逐渐的 你越来越多这个湿器啊 就消不下去了 消不下去了以后 这个湿器可以变生百病 变生百病 比如说 你比如说湿存体胃 那你消化功能就卷退 你得胃炎的胃困 这各种各样的胃病 到肠道 你这慢性肠炎 各种各种各样的病 到肝脏 这肝炎啊 什么什么 慢性肝炎这种 各种各样的病 湿器啊 肝脏的很多湿器 也存在这里边 是吧 你到经过这个关节里边去 你就会得这关节的病啊 这个湿器还是比较 比较讨厌的 而且它 恰恰就不像你想象的那样 就是这个鼠尺天过了 就没了 湿器是非常不容易走的 现在呀 网上把湿器说得老学乎了 说它是万病之源 那倒不至于了 太夸张了 我说的嘛 和你混了这么久 中医的事我也常研究 中医里面有六邪 风海鼠尸道火 湿器只是六分之一啊 行呢 知道不少啊 但是你是只知气 不知其二啊 怎么呢 湿器虽然是六邪之一 但它是这六个里边 最渣烦的一个 因为它干坏事 不像那几个单打独斗 它要是出来活活人 总得带上一个坏蛋 这怎么回事呢 你不是说吧 它带上寒一块脚子 那就是寒湿 它要是带上热一块呢 就是湿热 它要是带上风一块脚子 那就是 风湿 可不咋的 你说说 这使气是不是挺渣烦的